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磊 我是陳亞蘭 今天要跟大家來闢謠 闢謠是嗎 就是人家... 我經常很多謠 人家談戀愛談得很好 人家婚姻感情很好 偏偏有人媒體要發揮 要給人家寫人家禮婚這樣 沒辦法鼻翼的手 對這種事情我都不理會 是喔 以後有什麼事情 就是不要理他 喝他 擁他 不關他 看他如何 但是呢 我們也是要請老師出來主持一個正義 對 首先歡迎周映君老師 大家好 以及李玉珮老師 大家好 還有艾菲兒老師 大家好 好 來 我們今天要聊 我的愛不需要交代 情感都放在歌聲裡 不用交代就對了 對啊 不用交代 都兩順耶 對 來 我們歡迎幾位台灣來賓 首先歡迎林秀琪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陳隨意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謝宜君 大家好 林秀琴 好 恭喜... 今天有兩張好聽的專輯 要推薦給大家 你講話比較快 怎樣 就發生那個事情 就算恭喜... 你們兩個已經 你等一下會講 真的 我記者幫他寫 他們兩個在家裡面 對 醋瓶桃會一直來問 你們比較好嗎 你不是嫁 兩個兒子到底 真的 他們要把所有的事情 愛情都唱在歌聲裡 兩張專輯 對 來... 這個是首先是 謝宜君的 春嬌愛隨意 對不對 是 還有秀琪的 吳語問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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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嬌愛隨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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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怎麼這樣 有耶 你也有 你也有 古人最上昏 古人最上昏 沒關係 你等一下... 不是說兩張專輯嗎 怎麼變三張 這... 三一千萬不出去了給我們 公司寇存 寇存 寇存 這不怪他們去人五歲 不然是春嬌愛隨意 春嬌是義 義 義叫義君 不然他叫義君 義君 對 對啊 然後說這兩張專輯 為什麼要找你來 都找你合唱 都找合唱 因為公司 你們公司是什麼 公司公共電視 我們唱片公司 公司 差不多十五個歌手 我差不多 其中超過十個合唱過 這樣喔 考記使用率最高的男生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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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聽他的曲 很認真 有沒有 可是很好聽 對啊 因為那個公司 本來就是男生比較少 女生比較多 所以一定都會 都很亂 很亂 不是啊 就是會常常合唱到 而且你歌又唱得好 沒有... 所以不知道人家的經歷 對吧 而且像我們這次同時發專輯 有... 隨意跟秀琪有合唱 阿姨跟我合唱 對... 那有時候我們兩個上宣傳的時候 他還要... 還要唱他跟秀琪的歌 然後我就跟陳水講說 你是對嗎 我們的歌是純叫愛水 不是什麼 古人在上紅 他自己都錯了 你看到多麼的享受 對啊 真的 左勇右抱 不是啦 因為有時候歌真的 就是... 短時間裡面出太多首歌 跟誰唱的 有時候真的會熊熊 會忘記 熊熊 就熊熊 會這麼紅 沒有啦 紅很久 不是熊熊 不是熊熊 你說你都懷疑唱片公司 是不是想破壞你跟老陳的婚姻 對 因為我們幾乎每一年是 同年同月又同一天發唱片 所以這個點閱率上 老陳他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 對 他就會晚上躲在棉被裡面 就會看他的點閱率 這一首的跟我的 然後哪一首比較高 沒有啦 妳還敢說 妳還敢說我 就我們同時間 MV大手播出來 他就分享他的 他不會分享我的 我就故意 我就... 我就點點看 我在哪裡當時要分享我的 他都沒有分享我的 因為你很紅了不需要 你要提攜後背 我跟秀琪 對 兩人敢有選紅好不好 真的 對 不過這個要問誰 老實講 現場兩位 你比較喜歡跟誰合唱 娘位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這樣子講究三三次 一定會... 一定會結識到一個人 沒有 其實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當然好用 一個是朵朵 一個是攝影 不是 你是有用嗎 不要亂講 不是 我說這個 因為已經結婚二十... 快二十... 今年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 所以怎麼默契 根本不用講 那個幾隻毛都知道 可是有時候也會有缺點 就是比如說我們... 老婆說那個... 吹起到吹起 比較麻煩 下去搭到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吵架 吵架 可能明天做完會 前一天兩個吵得很兇 吵得就是都... 不講話 不是他很喜歡干涉別人 譬如說人家在唱歌的時候 他就一直講說 你一定要這裡轉音啊 這裡轉幾個音啊 才好聽啊 他是前輩 我知道我懂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 每個人唱歌有自己的... 對 感覺 對 我是唱感覺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不好 所以我就會有衝突 沒有啦 那個是老婆才會想說 就是好可以更好 別人我才不講耶 對不對 不講 所以你跟學妹 你跟師妹就不講對不對 我才不講耶 講的方式不一樣 怎麼講 像他我就會很直接 說你這裡再多轉一圈 你會不會轉一圈 你會不會轉一圈 不就不講 哪一句啊... 舉例一下... 就像那個... 剛才唱那個 他這次的新歌 你是我賣... 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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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醜的... 對 那哪邊要轉音 你是我賣的... 賣的... 他就要跟賣的這樣 你是要... 人就是要賣... 賣的... 他就要賣... 賣的... 我都真不好聽 我想要做比較俏皮的 你是我賣... 賣的... 他就想要... 你是我賣... 賣的... 他就是... 其實... 其實也都怪怪 是好聽啦 但是也都怪怪 就是可能情緒上會比較不一樣 可能一個比較撒嬌 一個比較俏皮 對 其實沒有對跟錯 就是每個人喜歡 詮釋的不一樣 對... 對啦... 有時候... 有時候婚嫁... 明明爭也不就婚啊 不過開交 他怕人家結婚的嘛 兩個唱情歌 總不能說... 兩個... 兩個長婚 跟他唱... 吵架 然後吵架說 去台前唱... 你是我賣... 賣的... 然後唱完之後 什麼... 真的... 然後唱完下來 一唱歌又不講話了 對 那你跟他呢 秀琪是... 因為秀琪也是... 我們全部的贏 很不一樣 旁邊啦 旁邊啦 不是啦 一樣是啦 一樣... 這句我竟然沒聽懂 就旁邊我們東西 對啊 聽不懂的還很多 就是老師懷的人 跟我們座的人 座的人 座的人 北港啦 那邊的人 對... 愛老師跳舞 喔... 哇... 結果... 是不一樣 就是... 一樣是中部的人 所以一樣那個歌星 都是比較... 比較長、比較開 對 所以... 就是比較含厚 就是... 你怎麼敢 我沒有教他 我只是鼓勵他而已 你怎麼鼓勵 對... 你沒辦法 我就說... 因為秀琪他 出道很不容易 他參加歌唱比賽 比了兩年多 同一個歌唱比賽 就在那裡一直比... 每個禮拜一直唱 兩年多 才有這個發片的機會 對... 所以很不容易 就是鼓勵他 所以他比賽 我都有在看 是喔 比賽 比賽 你比賽 你比賽 他比賽 比賽 比賽 他比賽 我都有在看 比賽 他比賽 所以我知道 他的那個唱歌的規格 陳隨意現在 比以前會講話多 對... 那我們問題就可以問得更直接 那你和尚兩位 他們... 你老婆跟你師妹 誰唱得比較好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 Jabba大神APP等你喔 陳隨意現在比以前會講話多 對... 那我們問題就可以問得更直接 那你和尚兩位 他們... 你老婆跟你師妹 誰唱得比較好 不一樣的特色 兩個都很好 對... 有什麼好 腳尖俱滑有沒有 老婆 那... 因為秀吉堂是比較 比較... 那個台藝的開口 就是那個安妮器那個 那個... 比較... 很有開口 以前他是身體比較髒 比較髒 他就是唇一那麼... 煙燻爽的 就是... 你聽過... 特別髒 特別髒 煙燻爽的 你聽起來可能覺得 這個銀色好像怎麼不是很乾淨 以前就這樣 這是科獎嗎 他以前就這樣子 對... 特色啊 你也特色 這樣聽起來好想聽聽你們的 合唱的歌喔 來... 拜... 來... 春嬌愛隨意 來... 宜君宜君的 好... 我們來聽這首歌 春嬌愛隨意 來 冬天天來人 問我心愛的春嬌愛 我... 很懷念少年時 挫亂滴滴的阿伯阿水 我... 天生就浪漫 心懷小弟 冬天有你背我身邊 你心情的小米 肉有少年氣 海咬的頭小一邊 難的夢 春嬌愛隨意 你先走到有白髮時 你緩緩佈你 隨我擺不去你的水 你是我壞 壞的壞 壞的水我送送給 你的脾氣 有天生的故意 世間的情依 不是穿重著腳踞 人啊人 水壞無地筆 好聽耶 真的春嬌愛隨意 那是說老婆比較有默契 人家說無緣無家不生夫妻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CP組合會是歡喜冤家 對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的題版 這個會成為歡喜冤家CP的星座組合 那麼請大家參考一下太陽星座還有上升星座 那我們今天來賓我們的秀琦的太陽跟上升是天蝎 配上獅子座 我們的隨意哥是射手座配上巨蟹座 我們宜君是獅子配上摩羯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這個組合的話是歡喜冤家 來 是摩羯座配上巨蟹座 我們第一組其實就有上榜 宜君跟我們的隨意哥 剛好是摩羯的上升配上巨蟹的上升 那麼這個組合其實在演藝圈裡面有蠻多這樣的例子 那麼他們是彼此能夠互相的崇拜 而且能夠做到互相的吸引 其實如果說大家懂這兩個星座的話 會發現他們其實性格上面是一個南遠北側的一個特質 那麼摩羯座他比較會是喜歡在外面爭取事業當中的認同 那麼巨蟹座他是比較喜歡在家庭當中獲得更多的成就感 所以這兩個星座如果要成為情侶夫妻 或者是歡喜冤家的話 其實要達到一個磨合 而且要做到互相欣賞跟崇拜 那麼這樣的部分 兩個人相處達到互補的話 這個感情或合作關係就能夠長長久久 所以呢我覺得今天隨意哥還有這個宜君姐 兩個呢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摩羯座配巨蟹座 那麼彼此我相信在彼此身上 都能夠找到互相吸引的這個能量或興趣 非常好 再來看看第二名的部分 太陽上升如果是射手座配上獅子座 那麼這個部分呢 剛好我們的隨意哥的太陽是射手座 老師你要不要做點功課 你怎麼直接從這邊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開玩笑 我跟你講我們的那個秀琪它也是 秀琪上升星座是獅子座 對 所以呢其實我們不管是 我們的隨意哥跟宜君 還有或者是跟這個秀琪 他們的這個星座能量其實都是吻合的 那麼以第二組來講 他們能夠吻合其實是火象星座的影響 比如射手座它是火象星座的星座之一 那麼獅子座也是如此 那麼同樣星座屬性的人 它其實是頻率相似一拍即合 所以呢他們在做事情的態度跟 對於喜歡的興趣跟嗜好上面 其實是會有比較好的一個默契 那比如說我們的秀琪它可能喜歡唱歌 或喜歡跳舞或者是喜歡藝術欣賞 那我們的隨意哥可能也在這個部分 他們就會比較說 我剛好也是比較戶外型的人 所以可以共同的去唱歌或者是小酌 或者是去跳舞 所以整體來講 就能夠成為歡喜的冤家 所以我覺得頻率相似是這個組合 能夠成為很好朋友的一個特色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 如果是雙子座配上雙魚座的 那麼這個部分可能是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是這個組合的話 其實這兩個星座的優點就是聰明跟幽默 並且能夠達到趣味人生 比如說有些星座它可能不太能夠開玩笑 或有些星座它的個性是它比較避暑 有些個性它可能比較不擅長交朋友 但是如果是雙子座配上雙魚座的話 兩個人其實都是比較外向型的 而且喜歡交朋友 而且還能夠自嘲也能夠幽默以對 所以彼此在當朋友或者是當夫妻 彼此能夠欣賞對方的那份幽默跟機制 而且開開玩笑幽默一下 彼此不會生氣 所以能夠達到趣味人生 有上榜的朋友都是能夠成為 歡喜冤家的cup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來來 但是謝宜君 是 你們這張專輯 什麼春交愛隨意 就有媒體說你們是假面夫妻 對啊 都已經離婚了 還在春交愛隨意 謝宜君結婚二十四年 陳隨意遭報離婚 淨身出戶 淨身出戶 公司緊急回憶 你把陳隨意所有的錢都拿走 讓他一口溜溜 然後 而且我好像寫的 我是預謀很久淨身出戶 他根本沒有淨乾淨 他身上還有錢 怎麼可能讓他走 我是淨身出戶 不是淨身出家 還沒有淨跟淨 你公告有錢啦 不要亂講 出家不用淨身好不好 出家的淨身跟出戶的淨身 跟出戶的淨身是不一樣的 這個新聞其實在兩三個月前 然後我媽媽 我娘家的媽媽就有看到了 她就問我 她說 多少 妳拿多少 對啦 雖然會有火頭 她一開始是先問說 你到隨意最近感情怎麼樣 我說 沒完結 相安無事 我說 我去公園 聽到有人在說 看新聞 妳怎麼像離婚啊 我說有嗎 媽 妳不要找那個假新聞 那都是假的啦 我也說 妳如果有離婚 妳要真的跟我說 不然人家再問我說 妳沒有 當作是我也在騙這樣 對 對 那後來這個新聞又再被 這兩個月又再被挖出來 然後結果很多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 很關心說 沒關係 女兒再找得到 對 真的有得到就好了 這時候就發現 真朋友 就是這個時候會出現 妳算聰明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說 沒有 老們沒有離婚 然後也接到那個保險好朋友 其實很久很久沒有聯絡的 保險的朋友 她想說 已經把她淨身出戶了 身上有錢了 可能可以買個保險之類的 這才有那個吧 這時候好多朋友都找上門了 對 然後婆婆也很困擾 因為婆婆是比較鄉下的 她比較純樸 她比較純樸 對 我純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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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樸 純樸 對 她就比較純樸 她很氣這件事情 因為她只要走出去村莊 人家就說 阿姨 現在妳兒子 起了妳媳婦掛出來 她就換妳了 不要 對 然後她就很生氣 不是 我舅媽說在台北的阿金 真的打電話 就打給我媽媽 她說 不用了 現在有老婆說 現在什麼事 不然她說 妳純樸 她已經掛出去 她就掛出去 她就掛出去 不要管閒事 不要當仲裁者 不要剪入別人的事非當中 尤其不要去當中間的一個傳話的人 因為妳在傳話的過程當中 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 都會讓這個味道 事情的味道變了味了 最後人家把事情灌在妳的頭上來 所以聰明如妳 碰到這種事情 下半年的時候 越好閃得越遠越好 今晚妳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來 在台北阿金真的打電話 就打給我媽媽 說 不用了 現在那個 有老婆說 現在想要怎樣 不然她說妳純樸 是已經掛出去 妳就掛出去 不是 重點是 我是一個好媳婦 為什麼妳們要這樣對我 不是 那妳媽媽接完這個電話 那她怎麼 那她跟妳說什麼 我婆婆跟我講的 她說妳老婆 今天比較常常說 妳把水也掛出去 現在換我關我了 我就說 媽 我不要讓妳掛出去 我就逃跑了 我跟我婆婆的感情很好 就像朋友一樣 就像朋友一樣 對 什麼話都會跟我講 所以我就說 妳不要去聽外面的 妳不要吵她 人家來幫妳問妳 妳就說 那是假新聞 不要想去 不要去壞身體 那後面有很多很多 妳都不要吵她 妳就知道我們兩個好 好 又待在一起 這樣就好了 包括我們外公的外公 還有外公的外公 全部都私訊給我 老闆 妳跟老闆娘 覺得是怎麼樣 他們就想說 都關心一下 因為他們平常 我們廚房的那些 阿桑那些大姐 其實他們出去 OK 妳跟老闆娘為什麼 我怎麼沒有機會 不是 不是 其實他們平常出去 所以遇到他們朋友 他們也很驕傲說 我們老闆娘跟老闆娘 她就是在電視裡唱歌 對 那個對老闆娘 沉睡到寫 那段時間 我都在外面 都... 還沒有 旁邊都跟她問 那些我很多 真的跟以前有很多 可能好幾年都沒有聯絡的朋友 她都打電話來 私訊來說 所以 到底是怎麼了 真的嗎 對啊 什麼需要到三間 這真的 真的是滿多的 那妳有沒有偷偷查一下 銀行戶頭 買錢都沒了 不用查 銀行真的沒有什麼錢 部子都在查那裡 我真的都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沒有 今天沒有帶我來 沒有 今天沒有帶我來 沒有什麼 我今天看到我的婆婆 太穩定了 就是證明一下 陳隨意還在 她最近比較忙 沒有空去辦 陳隨意還在 妳媽媽的名字還不錯 手合 漂亮 對 就是 有啦 其實我們沒有離婚 妳也咧 妳也咧 要做給 讓雅蘭傑跟杜蓮哥看一看 真的啦 沒有 這兩個兩個兩個 哇 名字好耶 真是台灣人 妳媽媽的名字叫 夢幼 夢幼 我們禮儀叫夢幼 我們三個叫夢幼 夢幼 夢幼 又一個幼 她也不知道自己幼 聽我們說 她叫幼幼 夢幼 整個這個新聞 其實我的感覺 我倒是不在乎 因為反正怎麼寫 我們歸來好 可是我唯一會在乎的一點 是 我是替怡君覺得 比較抱負貧 不是這個 什麼學怡君 不是 趁著這個節目 要在這裡講一下 因為 我被淨神出戶 其實 某一個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好像我很壞 對 包括我們自己去阿金就說 要怎麼喝 成隨意去喝酒 現在喝酒 妳就叫怡君喝酒 妳外表又故意故意 對 對不對 我就是長壞了 我是善良的 沒有 我真的比較 在乎的 就是她被 好像被講成是壞女 因為這個 把另外一半淨神出戶 這個是給人家印象 我覺得這個對她比較不公平 沒關係 你只要把淨的沒剩下 拿出來就好了 沒關係 然後下面淨乾淨的 拿出來就好了 你說你漂亮 這個名字是誰給你付的 我阿公阿嬤 怎麼這麼好 很漂亮 好 身材淨淨的 漂亮 那時候我有五個兄弟 我最歲 生不到女生 我爸爸媽媽一直想要生男生 生女生 他到身上我第五個 還有女生 你們的名字叫什麼 他們中間都 丹幽兒丹幽兒 沒有 他們都正常的 他們中間都是 他們都正常的 只有你們正常 不是 他說他們的名字是正常的 就是 他們中間那個字都是 勝利的勝 陳勝什麼 你 陳隨意 對 我最不知 那現在你總是漂亮 你就是要生三毛就對了 親自一齊的 那時候是新的 沒有很多褲子 包括那時候 很多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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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婆你稍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來說白褲子 好 你們兩個這樣 不然因為你的名字 怪怪 不然讓你怎麼 我們來問一下李玉佩老師 哪些姓名組合 二零二三年下半年 會碰到無望之災 下半年會不會有無望之災 我們要從名字的人格跟總格來看 同時我們今天還要配上用字 如果你對到了筆畫 不用擔心 那也要用字有對到 這邊像 宜君的話 他的人格是二十五畫 總格是三十二 隨意的人格是三十七 總格是五十 秀琪的人格是二十 總格是三十三 好 我們知道了 人格總格的筆畫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揭曉第一個組合 會有無望之災 是因為惹了麻煩 你必須要破財消災 人格總格如果分別出現了 九十二十九二十二三十 秀琪的總格三十三出現了 還有四十九 但是不用擔心 我們還要帶來看 用字呢 如果再加上是 絲 幼 心 結 真 銳 銳 所以秀琪你只是對到了筆畫 並沒有對到用字 就算是破財的話 也是破一點點 那人格總格這些對到了 又對到用字的話 我只能說下半年 這個組合的人 他是破財的消災戶 在這裡老師 有三個方向要提醒大家 破財總是會有原因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要特別提醒就是 開車騎車的朋友 當你行進在路上的時候 你可能為了閃一個人 閃一個動物 或是閃一個障礙物 然後這一閃你撞到人了 或是你撞到別人的車了 或是你毀損了別人的東西了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要賠錢了 尤其是在下大雨天 或是就是沒有路燈的時候 你在開車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謹慎 哪怕你今天撞到了一個流浪狗 除非你逃得很快 又沒有被錄下來 要不然的話 那個狗的醫藥費 都會讓你夠強的 就夠你強的 這是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呢 這個組合的朋友 你逛街購物 你一定要小心 這個好奇心 可能會讓你破財 尤其是你到那個精品店 去逛精品的時候 很昂貴的瓷器或是珠寶 我是建議你欣賞就好 如果你真的是要買的話 你把它麻在手上 你一定要小心謹慎 不然你會一個不小心 啪的一下掉下來 那你就一定要買單了 那第三個因素呢 有一句話叫做 你的鄰居上面呢 不管他是 他的管線是老舊也好 或是地震的關係 或是他裝潢也好 他們家的因素淹水了 但是你在他樓下 他的水淹到你家裡來了 可是你碰到的是惡鄰居 他其實他是不負責任的 他不認為是他家的因素 所以他把原因丟給你 他說要不然呢 你去找抓漏的 證明是我家的因素 那我們再來談 只是再來談 他並沒有說要付錢 即便你去找到管委會 他們都是推脫 可是這個水一直都在淹 所以你只好先付錢 找人來處理這個問題 甚至於修補好了之後 再慢慢地去跟他討這筆帳 所以這個也是愚子之養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你要小心 就是口舌是非 招募節 其實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親家朋友 都是很不看好我的 是喔 對 真的是很不看好 我都搞糗 他們都說什麼 他們都跟我說 你去逼的才有效 你如果讀書頭沒辦法 還傳電影 你怎麼改過關 你出唱片的時候 有可能會回山上去 但經濟不能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我 我不會 其實我不會 我都會選 要 需要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你要小心 就是口舌是非 招募節 人科總格分別出現了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六 四十四 十六 四十四十六 跟五十三 還好 我們在座人都沒有 那用字又對到了 好 對到的朋友 有一句話叫做 這個好心被雷欽 公欽便士族 這個朋友就是下半年的一個寫照 你這個口舌是非 實在是太多了 當然老師也有三個方向 要提醒你 第一個就是 不要管閒事 不要當仲裁者 不要撿入別人的是非當中 尤其不要去當中間的一個傳話的人 因為你在傳話的過程當中 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 都會讓這個味道 事情的味道變了味了 最後人家把事情 掛在你的頭上來 所以聰明如你 碰到這種事情 下半年的時候 你就要閃得越遠越好 第二個 也要提醒你就是 你說者無異 別人會聽者有心 尤其在開玩笑的時候 通常你的譴詞用字 你怎麼得罪人的 都不知道 你那個自以為是的幽默 不見得別人可以消化得了 那會因為你的幽默得罪人 尤其當你在開玩笑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拿他的容貌 拿他的身材來做開玩笑 要不然的話 這個糧食一解下去的話 那是沒完沒了 這口舌是非 會一直糾纏著你 第三件事情 這個筆劃的人特別要注意 現在火紅的一件事是什麼 性騷事件 所以當你對朋友 對尤其是男生 對同事 異性的同事 表示關心的時候 你的動作 你的言語一定要很謹慎 那拍拍間 現在可能都被禁止 要不然的話 你會 如果對方 就是要找你麻煩的話 他可能就會認為 你是一個性騷擾 那麼語言的 也不要帶有那種 開玩笑 有一點點的暗示性的 也都會被歪曲 給解讀了 但是女生的組合 如果碰到 別以為性騷擾 只有男生對女生 女生也會在不經意當中 你會讓男生 感覺到不舒服 男生還好 被他的另外一半 解讀成 你對我的老公 或是你對我的男朋友 有意識 那你也是 這個跳筋滑合也洗不清 即便你沒有這樣的意識 那你也會給自己惹來一身心 那不管你對到的是 上面的組合 或是下面的組合 下半年都會有一些 無望之災 方向老師大概提醒你了 那你自己就小聲謹慎 就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另外我們今天這一位 我們的師妹 林秀喜 說你在發片之前 曾經去參加歌唱比賽 對 說你會參加選秀節目比賽 是因為 爸爸生前的一句話 給你很大的力量 對 其實我在五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唱歌 爸爸就是會帶我去各大比賽 就是什麼 縣長輩啊 市長輩那種的 對 在我好像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爸爸帶我去電視 這是第一次 去逼新人歌唱排行榜 對 就是那時候跟孫淑妹 跟陳淑品是同一起的 對 孫淑妹 事後就是爸爸有紅豆瓣 那陣子就是沒有繼續唱歌 就是想說幫爸爸行榜 白天就是去當主廚 快炒店當主廚 那晚上就是 多少接一些唱歌的活動 像什麼流水時 喜宴啊 廟會那一種 喔 小秀 對 小秀那一種 多少接一些 就是幫爸爸行榜 這樣 然後事後跟 你說你白天在快炒店當主廚 對 我是主廚 你會喔 我會 當那種主廚很累 很累 它的菜單有幾十樣 你都立刻炒得出來 而且那種一般到夏天 我省力都很 而且你如果遇到那個外場 很白目的 就不是啊 就是外場 點菜的就是比他 他現在先點丟一張炒飯 炒飯一盤 然後看你在炒了 他再點一個 再一盤炒飯 分開的啦 對 他們會分開 一個一個點 他為什麼不能三盤一起點 可以啊 可以啊 故意的 對 還有 有甘苦談 對 然後一直到我 爸爸還在還晚 到我二十六歲的時候 就結婚生子 也都沒有繼續的唱歌 你這麼早就結婚生子 對 二十六歲的時候 對 所以等於是說放棄了歌 對 放棄了歌 歌唱這一部分 但是那時候 爸爸身體也不好 也生病了 一兩頓臨走之前跟我說 你喜歡唱歌 你不能放棄 你一定要繼續走 唱歌這條路 然後事後 他就跟我說 你去愛去 去參加超級紅人榜 那時候超級紅人榜 就有了 我在想說 這樣感到好 爸爸說 不管你有過不過都沒關係 只要你去 就是完成你自己的夢想 然後 爸爸也希望我 可以完成他的願望 我就去 提醒我去比賽 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想說 有過不過都沒關係 那你那個時候 其實有心理壓力對不對 其實壓力很重 因為已經結婚了 對 有小孩了 自己會覺得說 會不會好像 以前人家都不接受 對 要生小孩都不敢講 是 那時候身材有沒有變形 沒有 一直都是這樣 是 對 但是就是很擔心 就是如果沒有過關 怕就是會被笑 怎麼樣 但是我也是提醒用器 就是去比賽 去比賽之前 就是都很順利 一直比到第六關 然後第六關的時候 就被打下來 從衛冕者被打下來 然後打下來之後 很多酸民 就是一直攻擊我 就一直攻擊我 就是留一些很不好的留言 然後我看了 其實非常的傷心 那時候想說 沒有 放棄就好了 酸民寫什麼 有時候寫說 你唱歌 怎麼做成大吉頭 那種開口 就是很硬 怎麼樣 我們會覺得說 我真的唱歌 是讓他們覺得說 做成大吉頭 大吉大那一種 然後事後真的很想 一度放棄 但是我回想說 不行 我一定要堅強 因為爸爸給我的動力 我一定要完成 爸爸的玩弄 他們怎麼能左右 你的思想跟心願 對 其實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親家朋友 都是很不看好我的 是喔 對 真的是很不看好 我都搞笑 他們都說什麼 他們都跟我說 你去比賽才會好 你如果突出頭沒關 還在山上 你怎麼跟他過關 他們都這樣嘲笑我 你是在那山上 我住在南部的山區 南投山區 對 你老公有支持你嗎 有 他當時是有 還好有老公支持 老公住哪一行 他知道 當時我已經離婚了 對 那時候已經離婚了 但他也是知道 因為事後就是 兒子也都住他那邊 對 所以就 就沒有跟他有不懂 真的心裡很多壓力 對 壓力其實很重 然後事後就是 一直熬到過二十關 然後過二十關之後 其實心裡面就很開心 第一個回去 就先跟爸爸說 我已經完成你的願望 我已經過二十關 然後過二十關之後 也是我在紅人榜 第一個過二十關 比最久也唱最久的歌 我總共唱了六十四首歌曲 然後比了兩年多 也是現在目前 超級紅人榜的最佳保持人 對 比最久的 唱歌唱最多的 對 妳出唱片的時候 有沒有回山上去 在親戚坡的那邊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我不會 其實我不會 我都會 要 需要 我都會覺得說 這我自己努力的 但是你們要怎麼看我 我都沒關係 那妳有沒有拿著專輯 在爸爸 有 燒一張 燒一張 燒香的時候跟爸爸說 爸爸你看 這是我的成品 我已經完成你的願望 對 她可以好好的放心 這樣子 對 好滿意喔 很開心 好 這種無語問蒼天 是 比較有酸眠片 公文 那一張專輯 要配上這個表情 這樣有太驕傲嗎 不會的 嘟嘟好 嘟嘟好 好啦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這個 這首歌好好聽 無語問蒼天 好不好 我們兩個不只唱片會比流量 臉書也會比流量啊 跟他合照PO上去的戰術 然後跟我女兒PO上去 每次都跟我女兒比較多 所以後來慢慢的 我說 麥克其他就放棄我喔 不會的 不要一直轉到女兒那邊去的 對 好聽 介紹給大家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周應君老師 那些生肖命格的人 會大器晚成 對 大器晚成 當然會叫做 因為有些人 有時候很小很小 他就很發達 他說什麼事情都會很好 因為不管是 有時候是家人 有時候是運氣的關係 所以說他可能當 很早就會很發達了 那個叫做 早年早花的天之膠子 但是有些人 其實很早就出來了 但是一直拚 一直拚 一直拚 那個運都沒有在做他 運勢都沒有在做他 所以說一直都沒有硬 一直都沒有硬 做這個也不行 做這個也不行 所以一直拗... 拗到終晚年 終於有一天 發達了 賺錢了 名氣也來了 所以我們就稱他為 大隻雞蚌蹄 那個叫大器晚成 我們來看看哪一些生肖的人 比較容易這樣子 通常就是屬龍的人 如果說他是在 農曆的十一月生的 因為農曆的十一月 對...跟屬龍的話 他剛剛好是命格上面 有帶有將心 因為那個將心 都有一個領導人力 而且他是一個 不服輸的這樣子的個性 他其實有時候做事情 都很熱心 很投入 很有魄力 但是問題就是 運沒要做他 沒有辦法 很早期都很努力很努力 但是都是沒有辦法成功 但是放心這種人 他有時候到了晚期 他就會非常的好 他叫一生四膽 百折不饒 所以他就是怎麼樣 你越讓我失敗 我就越拚 越失敗我就越拚 就是跟那個... 這個秀琪一樣 就是 逼他兩年耶 他一個歌唱比賽 兩年真的是不簡單 就是表示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毅力 那一定會成功 就是屬於大器晚成的人 再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 生肖是屬狗的 他也是在五夜生的 五夜生的人也是一樣 他命格裡面也是帶個匠心 但是這種人他是持之以恆 持之以恆就是說 你做什麼事情 我就... 我認定一個事情 我就一直做下去 我不會去變...更改 不會去變 所以我從中間 絕對不會說 我才再去做百項事情 他就是一個事情 他認定 他覺得他喜歡 他就會一直的坐下去 再接再厲的 持之以恆 再接再厲的坐下去 所以這種人 他從開始 就對工作是雄心勃勃的 所以說他的狀態是因為 早期的運勢不好 所以早期的運勢不好 就沒辦法讓他很早就成功 其實他很早就認定這個事情 一直在做 所以如果說認識他的人 都說很早就在做這個 但是他後來還是會成功 所以我們會稱之以大器完成 就是大隻雞萬鐵的人 那我們再看看 屬羊的人 他如果是在二夜生的 那他這個他就是屬於 也是帶匠心 但是他是陰性的匠心 陰性匠心的人 就是外柔 內柔 就是很柔軟 但是他其實有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很剛硬的人 他什麼叫剛硬 他做事情是不會怕輸的 是做事情 他是一直一路的做下去 反正你就是你 你怎麼欺負我 或是怎麼樣 我不會跟你計較 但是他就是會認定 他自己想要的事情 會一路做下去 可能都是早期都會 不是很好的運勢 所以這種人都是屬於 堅苦奮鬥無所畏懼 他是不會怕任何的困難 來干擾他 所以這種人到了 也是到了中 就是我們講說中年 或是晚年 他都會相當的不錯 都是屬於大隻雞萬鐵 這種人都是沒有 那個叫父母的必應的人 所以沒有早期 很好的一個環境給他 所以他一定都 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 所以是這些人 都是屬於有帶匠心的人 所以說大家參考一下 女兒是老公的前世情人 這件事 謝宜君感受特別深 對 你是已經感覺 陳隨意 已經完全對你沒有 他已經是別人的 別人的老公了 對 沒有 應該是講說 你吃醋 沒有 應該是講說 我女兒她就是從小 因為她到五個兄弟 在那一年同時出生了五個小孩 對 因為我怕我 一人一人 對 因為我怕我婆婆過不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女兒 送回去娘家 為什麼 孫子都婆婆在過 對 然後我就是 這首海傑 然後阿伯又 阿伯又 兩腳 對 夢幼兒很累 夢幼兒很厲害 對 然後我想說 因為帶回去 然後其實國小 就要讓他回來了 國小 然後幼稚園 就要讓他回來了 可是因為他幼稚園的 大半那一年 我爸爸死掉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媽媽覺得說 情人流水 爸爸死掉 爸爸過世 不是 我也覺得說 好像我爸爸過世了 我媽媽好像失去一個重心 他人整個瘦了 然後我一直在猶豫說 要不要把小孩子帶回來 所以我就讓他在那邊 帶到了國小整個畢業 本來我媽媽還不放人 其實小姨就要回來 但我覺得 因為一年 要不然 每年阿伯都在這裡回去 然後 還沒辦法 那其實就相對 你孤兒孤 所以才會一直拖 就跟媽媽這樣子拉扯到 國小 國小六年級 覺得媽媽她也釋懷了 然後就把孩子帶回來 人家孩子會不會都只認 只認阿嬤都沒有認爸爸 認媽媽 感覺比較可愛 可能比較不認爸爸 因為爸爸那時候 做廚師比較忙 廚師 他比較少回去看他 假日都沒有休息 對啊 所以跟他時間都不一樣 我是每個禮拜都回去 住嘉義 跟女兒一起住 對 然後 可能十二歲之後才回來 所以 女兒講什麼 他就當成是聖職 沒有 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 女兒到十幾歲才回來 然後會有一種 彌補的心態 想說 在這十幾年 爸爸也沒什麼 跟他沒什麼 幫你勾到 不然就是會比較 對女兒比較擺益擺順 就譬如說 本來女兒就是 女生會比較 對爸爸來講就是 對爸爸來講就是 這樣就怎麼樣 所以你新的嗎 他新的 但是我有到三天 他挺年輕 很漂亮 他已經去年大學畢業了 對 這麼大了 你看 對 他們兩個拍照 然後排擠我 你看 不是的 人家進去拍的時候 你不用 不需要你 我現在在跟別人的老婆拍 他這樣跟我講 所以你跟女兒合照的流量 比跟老婆高是不是 對 我都一直不好意思講 是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不只唱片 會比流量 臉書也會比流量 都是老陳 因為以前都是跟他合照 因為現在人比較喜歡看 生活的東西 然後跟他合照 我會看他跟他合照 撲上去的戰術 然後跟我女兒撲上去 每次都跟我女兒比較多 所以後來慢慢地 不要客氣他就放棄我了 目標一直轉到女兒那邊去了 對 怎麼會這樣 大細心 沒有 真的 可是女兒真的很貼心 真的 怎麼貼心 做空間要怎麼撐回去 給他抓住 就會 然後他想到 爸爸來 我幫你擺把頭髮 一支五塊錢 爸爸擺頭髮 然後爸爸來 我幫你挖耳朵好不好 他都不是我們要求他 他會自己 他會自動 對 你這種 到時候嫁女兒那天 他會哭死 我跟你講 現在講到這個 可能都要哭了 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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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女兒牽出去 交給另外一個男的手 要跟你講 在疼老人家 你就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有兒子就忽略另一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版 這個有了小孩 就會忽略另外一半的星座 那我們請大家參考一下 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還有金星星座 那麼我們來賓的部分 秀琦的金星星座 是處女座 隨意哥金星是天蠍座 我們的宜君姐的金星是處女座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上升 金星如果是落在第三名 這個處女座的話 是有了小孩 那麼你會忽略到另外一半的 這樣的一個父母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對於處女座來講 他其實在照顧家庭上面 本身就是盡心盡力的 那麼一旦如果說有小孩的話 他會對於子女的照顧 絕對是細心呵護 那麼他們會關心子女的 哪些部分呢 會關心子女的日常的這種照顧 那處女座呢 對於這個家庭的照顧 其實是盡心盡力的 而且是追求這個完美主義 那麼希望小孩子呢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不要受到一點點傷害 比如說有沒有吃飽 有沒有穿暖 晚上睡覺呢 會不會這個踢被子 整體來講呢 處女座的心力 一旦有小孩之後 他會把對於家庭的關心 更投入愛給小孩身上 所以呢 處女座的父母 有了小孩呢 就會忽略另外一半 第二名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天蠍座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秀琦有上榜 那麼對於處女座 對於天蠍座的父母來講 有了小孩以後 他們會付出愛心 來教育子女 這個天蠍座呢 他是屬於身教研教 都重視的人 有了子女以後 他覺得我自己呢 要做好自己的榜樣 給小孩呢 看在家裡面 就覺得說有一個學習 或者是一個崇拜的對象 那麼天蠍座的這個媽媽 也許呢對另外一半會很兇 或者是對另外一半很嚴厲 但對於小孩呢 他就會比較展現出 天蠍座的那種愛 或者是寵溺的感覺 他希望小孩子在成長過程裡面 是充滿愛的環境裡面 能夠長大的 所以呢天蠍座對於愛 會完全的給小孩 那麼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那個開花結果呢 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就是彼此這兩個人交往了 認識了很久 可是關心很曖昧 說是情人呢 又沒有到達情人的份上面 那每一次出去呢 又沒有辦法很大方的 跟人家介紹 這是我男朋友 這是我女朋友 只能說是我的朋友 所以旁邊的人呢 也很物理看花 到底你們現在 是什麼樣的關係對不對 所以呢到了下半年呢 就從朋友晉升為男女朋友了 那麼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落在巨蟹座的身上的話 我們隨意哥的上升星座 就是巨蟹座 那麼巨蟹座呢 只給小孩子的愛 我們來看一下 是屬於投注經歷 並且滿足需要 那麼後面這個是重點 滿足需要 如果是說結婚以後 那個有了小孩 那麼他們會把這個 盡量的滿足 小孩子的所有需要 如果小孩子跟他講說 我今天好想吃牛肉麵 或是說我明天早上 想要吃這個漢堡 那麼巨蟹座呢 可能今天晚上 就開始做準備 這不是小孩吧 這是他沒辦法吧 害喜吧 害喜啊 沒有... 但如果說是另外一半 這樣要求的話 那巨蟹座說 他說那你自己買 你上網去訂 他就不會去把他 這件事情當作是聖子一樣 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話 他覺得說 我在做漢堡 或煮牛肉麵的 這種過程裡面 其實呢也滿足了 我這種當父母的 一種感覺 那麼也滿足小孩的需要 他覺得說這樣做 非常有成就感 那麼有上榜的父母呢 如果是處女座 天蟹座以及巨蟹座 有了小孩都會把愛 關注在小孩身上 而忽略了另外一半的需要 給大家做個參考 謝謝老師 這個算是真的 因為我本身我是廚師 所以我家就住在很鄉下 然後就沒有說 走出去就可以不吃什麼 沒方便 所以小孩說爸爸 我什麼吃什麼 我真的就是會趕快去想辦法去 明天就趕快弄食材回來 這樣子 然後他講的話 他如果拌肚子餓我就說 你就會泡群泡在那邊吃 差很多喔 當然對你的身心 那不是這樣嗎 暗中村的你去躺一躺來這裡 真的 對啊 不然我以前可以吃 就是有好 除了會唱歌在 都是有好手藝 真的 就像秀琦 秀琦 所以你有個非常窩心的兒子 雖然他不在你身邊 也是跟爸爸嘛 對不對 對 但他跟你還是非常窩心 是 因為我離婚五六年了 然後他是跟爸爸住 然後平常就是 每天都會 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 下課的時候 媽媽我已經到家了 你放心 因為他車子都要騎 自己騎腳踏車 對 所以到家裡的時候 他都會哭 是腳踏車 對 腳踏車 就是腳踏車 腳踏車 腳踏車 不是 你的鞏鞏鞏 鞏鞏鞏鞏鞏 我為什麼要坐這樣 腳踏車 對 他每次下課 都會鞏鞏鞏鞏給我 告訴我媽媽你放心 我到家了 對 然後其實他沒有在我的身邊 不過寒暑假 他都會回去媽媽那邊住 幾乎都會每天看到他 對 然後一次我會記 他好像是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鞏鞏鞏鞏鞏鞏鞏給我說 媽媽 你中午可不可以來看我一下 我想可是他在鞏鞏鞏 有沒有方便這樣 他說他就是想要看我一面 然後那人昨晚不記得 那一天當時是我的生日 那是在 對 然後去的時候去那看 他就拿了一張小卡片 然後一個小禮物給我 我本來要拆開 他說媽媽 不行喔 你回去才能看 然後我回去 我說好 我回去之後 把禮物打開 裡面是兩千塊 然後卡片寫了 媽媽 你這樣很辛苦 只是這樣東泡西泡 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 但是我希望這兩千塊 可以幫幫到你 就是不要那麼辛苦這樣 當時我真的很感動 眼淚說一直狂流這樣 很感動 對 真的 很窩心 他很貼心 很獨立 應該是巨蟹座 什麼星座 對 巨蟹喔 巨蟹 對 他很貼心 真的 他很貼心 很貼心 很貼心 也應該你之前有好好地教養 他才知道你對的重要性 對啊 所以秀琪你今年事業運很好 那你就另外許一個月 就希望桃花運也像事業這麼好 對 今天也剛發自己的新專輯 然後畢竟前夫他自己有令主家庭 是喔 對 然後兒子也國一了 然後也希望自己身邊有個伴 然後想要請問老師 現在已經有對象了嗎 目前嗎 我有對象 我也有對象了 有 我現在有對象 多久了 多久了 沒幾年了 沒幾年喔 對 那也是比時間 沒幾年也有一點基礎了啦 差不多五年以上 沒有啦 就有 現在還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想說 對方開口了嗎 先把事業 只是想說先把事業唱歌這部分先 因為辛苦這麼久 就想要把這一塊先做好 事後就是順其自然這樣子 那現在想問老師說 他今年開口我要不要答應 就是想問老師 今年我的感情試驗 就是可不可以開花結果 把你的姓名筆劃拿出來 好 我們請教李玉培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在今年的下半年感情 可以開花結果呢 好的 我們先看第一個組合 是感情會開花結果 但是我們今天看的這個 要對兩個格 一個叫做人格 一個跟地格 那結過婚的人就散一邊去吧 不用看 結過婚的人就不必開花結果了 因為已經開花結果了 秀琪她的人格是二十 地格是二十五化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看 你有沒有上榜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會開花結果的 人格呢 她是要這樣對的話 一定是人格要對九 對到地格的十八 如果呢 你對到了人格 可是下面不是十八沒有用 你對到了十七也不行 那一定要十對十七 二十八對十九 三十對二十七 所以呢 秀琪在開花結果的 第一個選項上面呢 並沒有對到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會不會有出現在第二個組合 那之所以感情會開花結果呢 就表示說 欸 今年就是要脫單了嘛 有結婚的運嘛 所以對到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的名字組合上榜了 而你身邊呢 真的就是有另外一半 你們呢 又有奔著結婚的念頭去想的話 那麼對到 老師就建議你 你們可以好好的籌備一下 是不是在下半年 我們可以先去登記呀 讓自己的感情就做一個結束 那進入了婚姻生活 但是呢這個開花結果呢 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就是彼此這兩個人 交往了認識了很久 可是關係很曖昧 說是情人呢 又沒有到達情人的份上面 那每一次出去呢 又沒有辦法很大方的 跟人家介紹 這是我男朋友 這是我女朋友 只能說她是我的朋友 所以旁邊的人呢 也很物理看花 到底你們現在 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對 所以到了下半年呢 恭喜妳就從朋友 晉升為男女朋友了 所以情人的身分 會開花結果了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呢 先開花緩結果 暫緩結果 人格 立格分別出現了 秀奇的第一個就出現了 人格的20對到25 所以暫緩結果 那再來呢 就是18對到15 27對到29 25對到25 好 這個分兩方面來解釋 那有一種呢 就是像秀奇這樣 已經有對象了 但是下半年會不會結果 沒有 不結果的原因 有很多 有很多因素 其實你們認識了那麼久 那為什麼都沒有結果呢 那一定是有一些因素在 讓你們沒有結果嘛 所以你們沒有結果的原因 如果說還沒有去把它給解決掉 那今年呢 還是在開花的狀態 所以沒有結果的 那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如果身邊都沒有人的朋友 沒有對象的朋友 那麼你對到的話 下半年呢 會開一朵朵小桃花 讓你姐姐們 彌補一下你精神上的空虛 但是呢 這個桃花呢 它不是奔著結婚的 它純粹就是開一個小桃花 慰問你的精神生活 那老師要特別說明的就是 雖然說這個桃花開了 但是這個桃花它不是奔著結婚去的 因為名字呢 它沒有辦法去幫你去區分 它是好桃花還是爛桃花 那什麼叫做爛桃花 首先第一個就是對對方已婚嘛 不管它條件再什麼都好 只要它已婚 這個就是爛桃花 另外一個呢 爛桃花就是它可能會有人品上的瑕疵 或是有不良的嗜好 所以當這個桃花來臨的時候 下半年你先不要欣喜若狂 先慢慢地去觀察一下這個桃花 它的人品如何 千萬不要為了桃花而桃花 那既然呢這個組合叫做 掀開花 暫緩結果就表示 下半年這個桃花 其實是讓你修戀愛學分的 它只是呢 讓你桃花以下而已 那你就抱著享受桃花的 這樣的一個心情 不管怎麼講 下半年呢 有一個小桃花來陪著你 其實也還蠻不錯的嘛 所以秀琦 你暫緩結果 那什麼時候結果 其實要看兩個人的名字 其實就像我們合婚一樣 要看兩個人的 那不管怎麼說呢 就是你們的問題解決了 而且也交往這麼久了 隨時都可以結果的啦 謝謝老師 所以這兩個組合呢 就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慢慢來啦 對 慢慢來不及 你看這兩個也聽完結了對不對 是 想想好嗎 對 好 來… 然後進行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方面能夠圓夢 對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好 三零五一 六七零八 嗯 一四二三 六一零八 三九二九 好 好 來 來 隨意說你們家這個 由女初長成啊 去年 女兒的大學畢業照 美到登上了PTT的表特版 對 更被封為最美新二代 這 這是宜君生的 不是隨意生吧 不是我生的 隨意也是帥哥啊 也長得像隨意啊 你看那個 其實他五個人比較像我 對 眼睛鼻子 眼睛鼻子比較像我 對 那樣就對了 可是女兒一般都不 應該所有的女兒都不想像爸爸 爸爸 對 你們有要進演藝圈嗎 沒有 其實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他在 他唱歌好聽嗎 好聽 好聽 有遺傳嗎 好聽 對 你爸媽都很會唱 因為他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精靈自媒體 所以其實他就一直都有在 像現在他業配也覺得不錯 真的喔 真的喔 要問他媽媽 問他媽媽 一個月都有六位數 每個月 對 你就看這個就好 當然是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地進一個 不是他的 不是我的 是他的 爸爸的是你兒子 是他的 也是我的 沒有 其實女兒 我就其實就是 我真的自己的覺得 他 我看他在精靈自媒體 精靈的就是還滿不錯 其實也滿開心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對新二代 其實對二代這兩個字 其實我也一直不太 喜歡 喜歡 我覺得他不 我比較不喜歡一代 一代...好痛 二代 不是 那個是 有什麼 是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看到的所有的報導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二代這兩個字 對小朋友來講或許 壓力很大 對 或許不是助力環的 反而是壓力 在高中的時候 校園歌唱比賽 然後他就拿了 有參過 對 然後他就拿了第一名 然後他拿了第一名之後 後面就有 同學站到後面講說 要不是他爸爸媽媽 跟校長比較好 他怎麼會拿第一名 就是因為他爸爸媽媽 是個性嘛 所以老師一定會 分數給他打高一點 但是我女兒應該是 從那時候 他的那個人格個性上 就有一點點 改變了 他會覺得說 我不會去管你們怎麼講我 我現在就是第一名 然後再來 我沒有辦法改變 我的爸爸媽媽是誰 那他們就是我的資源 我也不能說什麼 當然 他現在就要練習這些 對 他會覺得說 我不需要去再問你們 留言啊什麼的 而且他會覺得說 我是靠實力的 就算你們講我也無所謂 因為你們沒有唱音我 你們唱書我才這樣講 那我也可以變成 你們攻擊的對象 我也很開心 他的心理建設 只能往這個方面想 很好 你跟他講還是他自己想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都會聊天 跟孩子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我覺得他其實不是 算漂亮 就是他很乖 他真的很漂亮 他也很懂事 他的社交平台人數有多少現在 三萬多 快四萬了 不算多 但是 比我們兩個價錢還多 你們兩個 我們要檢討吧 對啊 我們兩個社交平台 我是說在社交平台 我們兩個價錢還沒有 不用檢討 社交平台比較多是年輕人 對 但我覺得說 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的 那他現在有穩定的收入 其實我也滿聽到開心的 那至於說 他想要朝著哪個方向他走 我覺得要他自己喜歡 開心最重要 他現在業配案很多 一個月有六位數字 有 我前幾天 家裡是不是一堆的保養品 試用 每一天都有那個 每一天都有那個 每一天都有箱子寄來 寄來請他試用的 那個貨運 就跟那個盟友說 盟友 你家 東西每天都有 我不是說要買 你們雙叔是在找什麼 盟友送到那邊 問到很不好意思 對 因為很多業配 每天都有廠商寄 對 寄來試用的 然後我前幾天還跟他講說 因為我想說孩子大了嘛 有自己經濟能力 我覺得稍微開口說 媽媽最近手頭有點緊 要不要借一些來 借媽媽一下 他馬上講多少 給你不用還 真的喔 我會跟小孩子教育 你要反饋 怎麼查那麼多 怎麼查那麼多 我前幾天業配一個 我叫女兒幫我拍 甚至腳本也叫 要自己拍 自己寫腳本喔 對 因為有的廠商 每一家不一樣 這家就我們自己寫 然後我就跟女兒說 然後我多少錢給你 你負責幫我寫腳本 然後幫我拍影片 然後幫我後製剪接這樣子 上字幕 然後我昨天才回到家 已經發文兩天了 我昨天回到家 女兒就問說 爸爸 那個 我幫你拍那個 那個上去囉 發文喔 你說要找我 就是 廠商啊 因為廠商要付錢 廠商還沒匯款啦 就等一下 她看到我就要要錢了 可是女兒她 她去年畢業嘛 她開始經營 就真正全心全力 經營這個自媒體 她去年我的生日 過年前 她就自己 買了一瓶香水 應該五六千吧 那一瓶香水喔 香水 五六千喔 你有在噴嗎 有啊 她就說 她說爸爸這個是我 從以前到現在 我自己賺的錢 買給你的第一個生日禮物 她也這樣講 很乖啦 對啊 當然我不能講說 女兒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是她的好幾倍價錢 所以我不會講 因為我覺得心意很重要 女兒送了什麼 女兒送了什麼 包包 好像是這麼包 就是耳環 對 然後她拿圖片到來挑 這幾個你喜歡 隨便你挑 開心喔 所以自從女兒怎麼可以 讓她這麼早就嫁了 真的不可以 應該都留幾年嘛 先反饋一下 好想看陳隨意結婚 女兒結婚當天一定 哇哇大哭這樣子 先緩緩 來我們進行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圓夢 好 來我們的訊息數字有 3051 6708 1423 6108 3929 好 來 秀琪 選一個號碼 選一個號碼 我選 6708 6708 好 來 所以 6108 6108 宜君 3929 我也是3929 6108 來 選一個給觀眾朋友 預備 1 2 3 3929 好 來觀眾朋友 3051 6708 1423 6108 3929 這麼漂亮的數字 好 一定有陷阱 那現場沒有人選的是 3051 還有1423 這兩個 那我們就先開 沒有人選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先開 3051好了 好 因為現場沒有人選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一組 到底在哪一方面能夠圓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豎起戰旗 高漲 對 就是工作夢能夠圓夢 就是挑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因為這個也比較辛苦 因為你挑戰自己喜歡的工作 所以你要豎起戰旗 戰旗就是要跟所有的同類 就是同樣的工作屬性的人 去挑戰就對了 所以但是你還是能夠 足夢成功 表示說 好 譬如說你這歌星 那所有的歌星 你就去 抓戰旗去教他們比賽 那就是足夢成功了 就是在工作方面 能夠足夢成功 再讓我們看看 1423 1423也是現場 沒有人選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抓到竅門 暗表操課 瘦身夢能夠成功 因為現場大家都很瘦了 所以不用瘦身 如果觀眾朋友一樣 很可能 本來就是有一點點的胖胖的 也一直想要 想要減肥 減肥是越減越肥 越減越肥 有時候肥 有時候肥 有時候瘦 有時候胖 就是連信心都快要沒有了 那可能剛剛好 未來一個月 你碰到一個叫做減肥達人 給你一份的秘籍 這個秘籍非常的好 所以說要叫你怎麼吃怎麼做 哪個東西可以吃 哪些東西不能吃 所以你抓到那個竅門 暗表操課 所以你瘦身能夠成功 而且是瘦得很健康 所以觀眾朋友 這也要恭喜你 雖然說分數不高 但是對你來講 也能夠瘦身成功 也相當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講 3929 3929 太多人選了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竹夢成功 進修夢能夠竹夢成功 進修夢有時候 本來都已經 我們講說財務都已經自由了 經濟都可以了 但是都一直很怕 到底夠不夠... 養老夠不夠... 就會不太敢去花 所以但是現在來未來一個月 你終於想通了 錢永遠是賺不夠的 因為那個錢永遠是賺不夠的 但是你想要竹夢 想要你... 你可能想要彈甘情 想要跳跳土風舞 以前是土風舞 現在是什麼國標舞 所以說這一些 畫畫 音樂 所有的都是怎麼樣 你要趁著你 年輕的時候 雖然不是很年輕 但是因為有一些經濟基礎 不是很年輕 但是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你的興趣去學習 所以叫做在職進修 在職進修是一邊工作 一邊去學習 就這樣子像篤霖哥現在就是 能夠竹夢成功 真的 對 這個就是進修夢 能夠成功 能夠演夢 那我們再來看看6108 6108是隨意選的 還有艾輝老師選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哪一方面 能夠竹夢成功 就是曝光力聲明演播 名氣 名氣夢能夠竹夢成功 對 因為你的人 就是人氣會相當好 朋友介紹 朋友任何的東西 發到你的社群網站 發到你的社群網站上面 都點播力會相當相當的高 引起很大的迴響 甚至於曝光力也相當的高 所以你就聲明演播 那當然你的那個名氣就強強固 所以說的是名氣夢 能夠竹夢成功 那再來就是6708 6708現場是秀琦選的 瓜哥沒有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能夠竹夢成功呢 金錢 這個叫賺錢的引擎 馬力錢拍了 是金錢夢 這個有時候財運好起來 那做任何事都能夠照你的心願 所以不管是投資理財 工作的政財偏財都會一直來 所以說你只要任何的投資 任何的事業 你的在財運方面 都會相當相當的理想 所以你的收入會很豐厚 所以說我們講說 探錢的引擎 引擎已經發起來了 所以就是表示說 已經能夠金錢方面 能夠讓你竹夢成功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今天跟大家推薦 純嬌愛隨意 還有我們的無語問蒼天 扣純的就不用再說了 再次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